城之内发动过早的埋葬 以800生命值为代价 复活哥布林专业团队 接着发动魔法卡飓风 可以让所有魔法陷阱回到玩家手牌 就这样激将的圣殿崩塌 没有了圣殿古代龙就不能复活 并且城之内还能发动过早的埋葬 这下轮到激将蒙了 城之内自动锁鞋到100 重新召唤闪电战士出场 于是攻击搞起来 双方再次同归于尽 但城之内还有怪兽 哥布林专业队开始干活 成功击败激将 众人立刻跑了上去 激将也不再掩耳盗铃 双方叙旧一番后 画面来到短裙小贝这边 对手是春丽 激将瞬间沦陷 果然是个老不正经 不过腰都这样了还能行走 这边搞事二人组开始搞事 一阵剧烈震动 选手走了出来 不过身份已经被替换 而小贝这边才是真正的打牌 洗牌洗得如此仔细 不过这个春丽是个花痴 所以这场又是擒敌之战 春丽选择先攻 召唤功夫娘娘 简单结束回合 而小贝这边就过分了 骑手就是万年禁卡 天使的施舍 抽三张卡 然后丢弃两张 再召唤暴炎少女 然后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正好拉拉队赶来加油 春丽瞬间变得火热 而小表害羞一笑 春丽就变得更有干劲 发动功夫娘娘效果 上回合没有发动攻击 就能提升300攻击 然后召唤僵尸达人攻击表示 之后就是开稿 让功夫娘娘发动攻击 小贝虎牙一漏 就要发动陷阱卡超重力网 此卡在场四星以上的怪兽 就不能攻击 功夫娘娘攻击中断 僵尸达人也受到限制 就连自家怪兽也不放过 春丽无奈结束回合 小表与王样在上面看得津津有味 轮到小贝回合 因为舵天使在墓地沉睡 所以可以发动特殊效果 每回合恢复200生命值 并且暴炎少女也有特殊能力 当玩家恢复生命值时 就能给对方造成500损伤 这就是与小表的重坑卡组齐名的 专门恶心人的自闭卡组 画面一转 社长坐在屏幕监控前 每个篇章公司都被搞 社长是真的心累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要彻查选手的资料 排局这边 看春丽帅气的抽卡姿势 发动魔法卡旋风 可以破坏一张魔法陷阱 选择的自然是超重力网